这一天,杨子怼粉丝的话题有点火,频频霸占热搜头条,毫不容易风波过去一点,周末播出的亲爱的客栈里,他被网友拿出来调侃一番,吐槽他的行为就是邱恩本人。 杨子接替一阳千玺成了客栈的新任千玺员工,一开始节目组问他,来到客栈有没有特别想做的事? 他回答道,我来就是想在那躺四天,接着,已得知老板是王柯之后,更是想着番让姐夫给他拍点清活,被王柯官方吐槽,本来指望来个劳动力,结果看他这样,不浪费咱们劳动力就好,陈香更是一句话说到点上,看他那打扮就不像来干活的,像来度假当客人的。 有客人要和女友求婚,大家再帮忙准备,其中一项需要鲜花,杨子看到后,直接把鲜花夺了过去,没坚持一会儿,听到外面有人唱歌,直接把花一扔,跑到外面唱起歌来,回来之后也没有太走心,随便拿起蔬菜就当花了,被刘桃点评,觉得客人不会太喜欢。